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是张文亮 欢迎来参加网络的分享 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 午夜的星光是我的陪伴 午夜的星光是我的陪伴 我用的圣经解释 诗篇的第136篇 诗篇的第136篇的第8节跟第9节 我特别要分享第9节 来我读给各位听 诗篇的136篇第8节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第9节他造月亮星宿管理黑夜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要分享这两节 为什么上帝创造太阳 就是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然在天文物理上 有很多很多可以讲的 例如像阳光到我们的地球的上空 刚好是白色的光 所以我们的视力 眼睛实际上是对于白色的光 有最清楚的看见 也超过蓝色黄色红色绿色 所以上帝其实在创造我们的眼睛以前 他已经预定阳光 到我们的地球的上空 刚好是白色 你说白色的光有什么特别 我们知道阳光是红尘黄粒蓝钉子 红尘黄粒蓝钉子 混在一起是黑色的 但是阳光呢 混在一起就变成白色透明 这个是才是无法了解 你去问所有人都答不出这个问题 红尘黄粒蓝钉子出来就是黑的 合在一起就是黑的 阳光就是红尘黄粒蓝钉子 混在一起就变成透明 对不起我没有办法解释 这世界没有人可以解释 还有太阳光的距离就跟我们地球很好 很恰当的距离 地球如果稍微近一点 我们会热得不得了 地球如果远一点的话 哇你知道吗 我们会冷死 我们那个距离是非常好的 还有我们地球的转动跟阳光配有的非常好 我们刚好是24小时 地球如果转得太慢的话 晚上会冷得半时 白天会热得要命 还有阳光真的是恩典 太阳光的阳光真的到我们地球上 只有百分之一而已 只有百分之一而已 百分之九九都 就跑到北俄地上去了 你说阳光是不是浪费 哇主说是恩典 因为它的慈爱永远长存 OK 当然阳光还可以讲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阳光 我们什么都看不见 OK 我们如果没有阳光 我们就没有热量 我们如果没有阳光 我们基本上 我们可能太危险了 因为所有隐石可能都会撞地球 OK 为什么 因为太阳的质量比我们大 大好多 好几万倍 所以的话 你质量越大 外有引力就越大 所以整个太阳系 整个其实 太阳格调我们很多很多的 这些陨石 OK 来来来 所以 第八节 他造日头管白昼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哇 这我刚才讲了个天文物理 其实在我们生活上也是 例如像我自己有太太管 我就觉得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 OK 我们还是要被管 OK 我在被管的里面就有安全感 OK 你说老师你真的是一个憋种 OK OK 憋种我们说憋种 赞美主 憋种也可以赞美主 OK 他造日头管白昼 哇 如果有人管 管白天 所以我们在白天的时候 精神很好 灵性正常 工作顺利 身体健康 其实我们不用太多人管 太阳一个就可憐 那我只要分享第九节 我不是分享第八节 第九节说 他造月亮星球管黑夜 因他的慈爱 永远长存 我只要讲第九节 哇 白天 一个人管就可以了 叫做太阳 所以说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OK 一首歌 You are my sunshine My only sunshine You make me happy OK 就是真的是明 我真的是 一首歌真的很可爱 OK 他们有个桥 叫做Sunshine Bridge OK You are my sunshine 那是因为是白天 属灵正常 光景很好了 OK 刚好自己在 刚好在起步的时候 在顺利的时候 真的不要太多人管 太阳光就可以 好 现在就要黑夜 所以说黑夜的时候 怎么会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所以说因为我给你有月光 给你有星宿 所以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白天一颗太阳搞定 晚上的话 整个宇宙的星辰都陪伴着你 这叫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白天你顺利的时候 一颗太阳 搞定一切 到晚上的时候 祖说 需要有一颗月亮陪着你 还要有很多的星宿陪着你 真的是 我分享第一个点 我也分享三个点 第一点 晚上要有月光 月光跟阳光不太一样 月光是一个反射的光 月光是个近距离的光 月光是个白色的光 你说 月亮光为什么是白色的 这个可以讲很多 跟月亮的矿物质是有关系的 跟月亮本身的大气层几乎没有 大概只有零点一公分的火是有关系的 OK 跟上面有没有长耳没有关 上面有没有一个无缸在砍 砍月树根本就没有关 OK 我真的感谢我们 真的感谢主 我真的感谢主 我们在午夜的时候 有一颗月光 哇 月光是完全是没有刺激我们 月光就是一直陪伴着我们 月光就是永远的跟在我们的旁边 月光是个很近距离的 不像阳光远距离 我们在黑夜的时候 我们何等需要近距离的陪伴 OK 我们何等需要近距离的陪伴 这我要赞美耶稣 为什么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 历史历代来 黑夜有一颗月亮在陪伴着我们 没有人可以看见太阳 全世界没有人看见太阳 全世界所看的太阳 是看到太阳光 从来没有人看见太阳的本体 就很像没有人可以看见上帝 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主耶稣的光来认识 就好像是太阳来认识这个太阳 然后有时候我们也看不见光 但是我们可以感到热 就好像是圣灵的感动 所以我讲那个天父上帝 主耶稣跟那个圣灵 有点像是太阳的本体 太阳所发出来的光 以光给我们感到火热 我这个比例可能不下当 因为我认为没有任何的比喻 可以把三位一体的上帝 讲得很清楚 我只是在讲我自己的体会 所以第一个 然后到晚上的时候 有一个月光 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 没有给你灼热 陪伴着你 夜光的亮度 夜光的亮度 大概是太阳亮度的2%到3% 当然了 跟那个夜量的大小有关系 跟那个夜量的纬度时间就有关系 一般讲起来大概3%到3% 就是大概有1%或3% 但是就很够了 陪伴我们走夜间的路 陪伴我们走夜间的路 我也知道很多的动物需要月光 它成为它活动的时候 我自己喜欢晚上去听这个青蛙在叫 青蛙在白天不太叫 会叫 很少叫 但是在月光 哇 叫得非常好听 这个月光真的是成为很多动物的安慰 很多候鸟的安慰 我们知道很多的候鸟在飞翔的时候 并不是白天飞翔 都是晚上大概黄昏的时候 从晚上的6点多一直飞 飞到隔天的清晨 为什么因为没有太阳的炙热 它可以飞得很远 所以我们需要有夜光 夜光成为我们静静的陪伴 还有一个星光 这边告诉我们 它知道月亮和星宿管黑夜 我们黑夜还是有人管 但是有很多人管 赞美耶稣 有一种管叫做星光 什么叫星光 很多呢 很多样呢 很多样 很多样 哇 上次他告诉我们 我们在很难过的时候 在一个黑夜里面 有很多的星光 在陪着我们 我们知道星光的颜色很多种 有的星星是蓝色的 有的星星是黄色的 有的星星是红色的 有的星星是白色的 当然在天文学上有它不同的说法 这个跟那个星球本身的眼镜 还有星球本身的那个地质 矿物的特性 还有它本身的老化 跟它的温度是有关系的 我没有想往那边去渗入 但是呢 上帝给我们的星光 不仅是多 而且多变化 全世界自古以来 没有一幅画在画晚上的天空 我们有什么画在画湖泊 画树 画花 画人 画我们画各种的场面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画午夜的天空 太难画了 因为上面有很多星星 OK 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星星 所以上帝 同情我们这些可怜的人 上帝同情我们这些困难的人 上帝同情我们这些 到午夜还走不出去的人 他说文亮啊你不要难过 你有月光 你有很多很多的星光 我最近有个毛病 就是我喜欢晚上出去流荡 我有个毛病 我喜欢去搭捷印 跟周围的人聊一聊 上帝也好好把一些 喜欢跟我聊天的人 坐在我的隔壁 OK 有时候是老人 有时候是小孩子 我也可以跟两三岁的小孩子 聊聊天 OK 然后呢 这个 那个都是我的星光 都是陪伴我的 我的 我的星光 有时候 别人 跟我说 这杯清早茶不错 我喝下去真的不错 感谢耶稣 我前几天去菜市场的时候 有个老人 把我叫住说 你要不要买我的 糯米的玉米 糯米的玉米 我跟他讲说 先生啊 我跟你买了一次都不好吃 好硬 他说先生 我要教你怎么挑糯米的玉米 就你把它剥开的时候 你把那个剥开的时候 他们有 我说对啊 因为糯米的玉米就是白色的 有时候会夹杂不同的颜色 他告诉我 你在挑这个糯米的玉米的时候 有黑色的你就不要挑 因为黑色的话是太老 老你吃起来就会硬 哇 赞美耶稣 我那天就 我就多了一个星光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所以午夜有星光 我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我跟一个朋友去 喝那个 喝这个玲米茶 然后我喝了两个小时 然后我要走的时候呢 因为我是最后一个走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市值说我们要关门了 我说好 真的对不起 我在那边坐了两个小时 那我手一挥 我忘记了 我的咖啡茶 我的咖啡 不是我的那个 玲米茶 真的没有喝完 就啪 整个地上就是 桌子上 都是我喝剩的柠檬水 我说对不起啊 你都要关门啊 我竟然还把你的柠檬水 都倒了一整地 然后他说没关系 先生 那我跟他说 你是不是可以拿拖把来给我 结果他就拿拖把跟展布 然后我就把展布给擦了 然后我来拖把 是不是 然后他旁边看 这个顾客可真好玩啊 一个人不只拖自己的位置 连周围的位置都 拖了一干二净 那我就拿给他 他就对我笑一笑 我说真的对不起 你要打烊的时候 我竟然还把柠檬 那个柠檬给打翻了 然后呢 还有几片的柠檬滚到地上 那我把它捡起来 我就擦一擦 然后他想说 他说你擦得很好 先生你擦得很好 我就跟他讲说 下次你们店里面如果需要临时工 跟我联络一下 我可以来帮你拖地 特别是你要打烊的 晚上九点半到 十点钟你要打烊的时候 我可以过来帮你拖 那我还讲这些 那个女孩子的 给我回应 说先生你拖得很好 OK 我相信他不是说 因为我做的工作是他的任务 而是真的有人就是像个星光一样 先生你拖得很好 哇他的这句话 陪伴着我昨天晚上 带了一个美好的一个印象 可以让我进入我的睡梦乡 我要讲到第三点 所以午夜有月光是个多么美好的事情 午夜有星光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第四个 人生有限 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说 从你的有限的时光 对体会月光跟星光 可以体会上帝的慈爱 并且这个慈爱是永远长存的慈爱 我在出生 我在存在以前 月光星光已经在了 有天我跟这个世界say goodbye 我相信月光跟星光 还会持续的照耀以后的人 一代又一代 我不知道月光跟星光可以维持多久 我们现在一天在抱怨 说我们能源危机 月亮跟星光 月光跟星光 从来没有抱怨说 我们今天有能源危机 他说因为我们早就使用太阳能 那个月亮一直说 我早就使用太阳能了 我只要讲 所以真的是从一个天文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难过的时候去看看天文 看看星球 真的是非常不错 主耶稣我感谢你 我们的夜间的月光是多么的温和 因为它离我这么近 主耶稣我感谢你 因为夜间的星光是多么的美丽 一直在提醒着我 在黑暗难过的时候 我要欣赏在整个宇宙的远处 依然对我有个见顾 因为宇宙的远处 我根本永远达不到的地方 依然有个美有在哪里 哇 也许我们在很得意的时候 我们给很多人的帮助 就好像是日光一样 但是主要我更期待 在人生的黑暗当中 有个月光像水 有个星光的见证 见证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我们永远不是宇宙里面 唯一那个孤独的难过者 我们永远不是那个 在宇宙苍茫的时空当中 我们是唯一的那个抱怨者 那个看不见前面 看不见后面 而自己一直留在黑夜里 那个痛苦 但上帝说 你在黑夜当中 去看看夜光吧 去看看星光吧 也许台北市的上空根本就是高度的空气污染 什么光都看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到野外去 到海边去 到山上去 看看我们的星光 那个地方一直有个见证 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 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 因此我真的深深的觉得都市的污染 一直没有让我们看到夜间的星空 是多少都市孩子的损失 因为他看不见上帝的慈爱 永远长存 谢谢主 赞美主 我这样赞美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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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